好,那我們接下來的一個部分呢 就是要來教大家吹降B調的執法 好,之前我們有教過降E調的執法 對不對 之前有教過降E調的執法 降E調的執法都要怎麼按呢? 是不是全部一起按? 如果你手邊有執法表的話 你可以放在旁邊協助 但是你主要其實 主要背起來之後呢 其實你也不太需要執法表 你可以直接看老師 老師有非常快的教學的口訣來給大家 全部都按這個就是我們降E調的D 對不對 可是降B調的D一定是不一樣 因為你看嘛 英文字母就不一樣 所以它一定是不一樣的 好,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叫做降B調的D 來大家看我們的白板上面 降B調的E 也就是說我們降B調的D 它其實對應的是什麼? 是我們降E調的另外一個音是什麼? SO 下面我用那個英文字母寫的是指的是降E調的 降E調執法裡面的時候我們這個是SO 也就是我們SAS的本調 所以我寫這個SO是沒有問題的 好,所以我們現在你在書上看到的E 通通都要變成什麼? 就是降E調指法的SO 懂嗎? 剛剛說的E就是降E調指法的SO 所以降E調指法的SO怎麼按? 三個對不對? 會按很好 那降B調指法的2 對應下來是我們的什麼樣? 降E調指法的拉的按法 拉的按法 就是按兩隻手指頭的這個按法 降B調指法的3 也就是你譜上面看降B調指法裡面的時候 你如果說看到3 你要怎麼按? 你就是按降E調指法的什麼? B 也就是什麼?C 怎麼按? 按一個 OK 好 降B調指法裡面 你看到它的寫的4 那你就要吹什麼? 你就要吹什麼? 就是降E調指法的多 按中指的這一個 OK嗎? 好,你現在去把它記起來的時候 你怎麼樣?叫做背指法 什麼意思呢? 你有看到上面的數字的時候呢 其實你是把下面這個指法給背起來 對不對? 你就把上面的指法給背起來的 其實我覺得你如果要把它背起來 其實我不排斥 但是當如果你十二調 你通通都把它背起來的話 那我就會覺得你應該很痛苦 所以呢 如果你只背兩個指法的話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你說你十二大調 你都要叫老師把它寫出來 然後呢都要把它背起來的話 那我是覺得人生可以不用過那麼痛苦 可以 偶爾可以去摸摸查一下 對 不需要那麼痛苦 好,來收 來收這個位置 來5 好 數字上面看到的5 你要怎麼按 對應下來降E調 你那時候學的是什麼? ray的按法 怎麼按? 就是123123 但其他按高音鍵 123123 對不對? 123123 後面高音鍵加上去 好 ray這個按法 好,簡譜上面你寫6 好 那你的降E調指法的話 對應過來的時候 你是要按什麼東西? 1的按法 也就是ray在上面的嘛 在上面這個 好 在上面這個 剛剛是這個 好 5 6 好 好 在降E調指法裡面的7 你要特別注意 他的按法呢 不是我們的這個 標準的降E調指法裡面的 白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 這個 全音階的部分 那他這一個 要怎麼按呢? 其實很簡單 他原本的降E調指法的發怎麼按 原本降E調指法裡面的發是這樣按 對不對? 那你的升發就是怎麼樣? 換成 中指 這就是升發 好 所以降B調指法裡面的7 是這樣按 OK 沒有問題 好 我們從1開始 好 降B調指法裡面的1 來 準備好 1 2 3 4 5 6 7 好 在這裡 到這裡 到這裡 3 3 上面一點 4 上面一點 5 上面一點 6 上面一點 好 應該到這邊 就已經很高了 對不對? 6上面一點 所以我們小幸運 是不是有用到降B調指法裡面的6上面一點 這個音就蠻高的了 對不對? 好 好 好 OK 那這樣子呢 我們的降B調指法大家會按了嗎? 好 那我們剛剛有說 用這個節拍器的這個東西來搭配練習 那其實你就可以這樣子 你就可以把他 剛剛的我們的這個 1這個音然後呢 我們就吹怎麼樣? 吹4拍 然後再從上面我們從上面下來 好不好 我們現在再把吹音接 OK 再從上面上來喔 好 那如果有看五線補的同學們 如果是學固定調的同學呢 其實我們剛剛吹這個東西 就是怎麼樣 降B調指法是我們所謂的C大調的話呢 降B調指法其實就是我們的G大調 那所以你說為什麼這個地方要升降記號呢? 這個地方升降記號的話 如果說大家想要知道的話 我們快速的來幫大家複習一下 音接的大調的音接的規律是什麼 來注意聽囉 然後我們今天再吹的是大調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是叫降B調指法 其實是降B大調指法 應該可以這麼講 好 但是講的是鋼琴的啦 那他的話一定有一個規律嘛 所以呢 他的規律是什麼? 全全半全全全半 這是我們所謂大調的規律 所以他應該要按照我們的全全半全全半的規律 來去排列才是一個大調 好 所以我們第一個音是我們剛剛說的薩斯風的SO對不對? 好 那SO往上一個全音的話是哪一個音呢? SO深SO拉 所以是什麼? 拉 拉往上面去的時候也是要一個全音 所以拉 深拉 C 所以加兩個半音嘛 所以拉 深拉 C 所以呢 要到C C往上要一個半音 所以 C D 所以就剛剛好怎麼樣? 就是一個半音 DO繼續往上一個 全音 所以就是兩個半音 DO 深DO RE RE 深RE MI MI FA 欸欸欸 不是MI 深MI FA喔 沒有深MI喔 深MI就是FA 對不對? 在我們鋼琴鍵裡面的時候 MI 深MI 欸 MI就是FA啦 有沒有 MI跟FA這兩個音其實是怎麼樣? 半音 所以MI FA 聲FA 所以我們的聲FA是這樣來的 OK嗎? 好 所以呢 記清楚了喔 我們的按法 我們的1怎麼按 2怎麼按 3怎麼按 4怎麼按 5怎麼按6怎麼按7怎麼按 多多練習 你就學會了降B調指法 那你記得 如果說 只是你單純只想要練這兩個指法 的話的話 你可以把它背起來 這樣子你以後再看數字的這個樂譜 也就是簡譜的時候呢 你會學的比較快一點 那我們今天呢 就教大家如何來吹奏我們的降B調指法 那我們繼續還會有不一樣的這個概念性的這個課程 會再跟大家講喔 好那今天陪伴大家半個小時練習應該夠了 如果說你基本練習的時候呢 基本上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的練習 其實已經非常夠了喔 不過沒關係 反正我們呢 有腳錢的同學 我們會教大家口訣 所以你學的方法 學的速度都會比別人快喔 所以今天這樣就清楚了喔 降E調跟降B調兩人來搭配 那下次我們移調的部分 我們也會有一些這個訣竅 我們有一些口訣 也會教給大家啦喔 那我們下一次喔 這個或許也不一定要下禮拜 我最近只要有空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來 安插幾個這個基本的課程啦喔 那大家就可以在我們的這個社團裡面喔 反覆的觀看 那我盡量把它分成 比較多不一樣的主題 這樣子大家要搜尋的時候 可能會搜尋的比較快喔 好那我們今天就先陪大家到這邊啦 掰掰